接下來芳生老師要介紹第八題 A B 等於4 A 加 B 等於4 A B 等於1 要問你這四個小的 我們直接看第一小題 兩個分數相加 我小就選過 分數相加第一步先做 不通分 第一小題就是 兩個先 上下個乘以 B 上下乘以 A 同分的結果就會變成 A B 分之 A 加 B 那 A B 不是等於1嗎 A 加 B 不是4嗎 所以答案就是4 A 平方加 B 平方 來 我們 A 平方加 B 平方 跟 A 加 B 跟 AB 三個同時出現的公式 有一個公式叫做 A 加 B 的平方 A 平方加 B 平方 再加 2 AB A 加 B 給你是4 所以這邊就是4的同分 這個 A 平方加 B 平方 是我不要求的 2 AB AB 給你是1 所以把它移過去 16減掉2 是不是就走到 A 平方加 B 平方 我們有公式 我們有公式 A 平方加 B 平方 請問等於公式 A 加 B 乘以 A 平 檢 AB 加 B 平 好 那 A 平方加 B 平方 有公式 A 平方加 B 平方 A 平方加 B 平方 第四小弟 a四方-a平方-b平方-b平方-b四方 這個看起來比較困難一點點 這個呢 所以我們剛才已經算出來是什麼 a平方加 b平方 所以如果你這個 可以讓它變成a平方加 b平方也蠻不錯的 那怎麼變呢 就是這個其實是a平方再平方 這個其實是b平方再平方 如果你加上兩倍的 x平方加y平方加上兩倍的xy 就a平方 那這裡就會等一下就會出現a平方加b平方 就是x加y的平方 那x加y這個當然算出來就是14 所以等一下這個就會是14的平方 但是這個地方跟這個地方當然不相等 就是減掉 1倍的a平方-b平方 是加上兩倍的 那如果你要相等 沒關係 先給你2倍後面再 減3倍 就好了嗎 這樣是不是 還是減1倍 加2倍-3倍還是減1倍 那你這個 這個a平方-b平方 是不是可以寫成ab過號的平方 對 那所以這裡就減掉3倍的 abab就是一樣 所以這邊就是1的平方 所以就是14的平方 14的平方 減掉3 14的平方多少 196 196-3 193です 好 OK 103但是 15的平方 175的平方